大家好,歡迎收聽AEA頻道 大家都知道,越南的出口持續增長 只不過,做出口的公司一個不小心 其實都可以贊賺賣賣,不夠一局虧得金 發生什麼事呢?近日有五間越南企業 他們向意大利出口100箱腰果 在意大利這些越南腰果越來越受歡迎 所以很多越南出口箱當然滿心歡喜 往往太開心興奮的時候忽略了一些風險 事緣這五間越南企業出口腰果時透過了一些中間人 批貨順順利利到達了意大利的一個叫做熱拿雅港 他們這單交易就是透過一種Document Against Payment的交易方式 貨品安全到達了意大利 但是越南的出口箱遲遲都收不到錢 因為代表意大利入口箱的銀行就說 那些清關文件有些問題 所以一直沒有辦法去找數 那是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 意大利的銀行收到的那些文件 就不是Original這樣說 不是一個原件來的 越南那邊的出口箱就沒有理由 明明貨都給了 成功運到意大利港口 文件和原件都全部交齊了 他們開始懷疑中間出現什麼問題 立即聯絡越南駐意大利的一些政府代表 看看可不可以幫幫手了解一下這件事 他們發覺越來越不對勁 就跟警方接觸 開始了解調查一下這件事 幸好就是有人拿著全套Original 原始文件去到港口拿貨的時候 就被意大利的相關人員截停了這個提貨過程 究竟這套原始文件Original為什麼會落在這個人手上呢? 他們現在還在調查中 但是起碼現在的批貨是安全的 沒有弄不見了 這班出口箱最多是找另一個買家 又或者可能把批貨運到越南 我們剛才提到這個Document Against Payment 這個交易方式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簡單來說就是一手交清關文件 就一手交錢 做國際貿易的時候 出口箱和入口箱當然會擔心 出口箱說拿出了批貨你不給錢怎麼辦? 所以很多時候會找個中間人做個協調的角色 買賣雙方都各自委任一個銀行去處理 代表出口箱的銀行負責集齊出口的文件 清關文件等等 集齊之後就會交給買家的銀行 買家銀行收到這些清關文件 就應該要把錢交給出口箱那邊的銀行 雙方覺得沒問題 文件就會交到入口箱的手上 入口箱就可以拿貨 與此同時出口箱也會收到錢 這個就是叫做Document Against Payment的方式 聽上去都沒什麼問題 問題可能出現在中間人身上 銀行有沒有幫手造假呢? 這個就不清楚了 最終事情是來龍去脈如何呢? 就要留待給警方去調查才可以知道結果 所以做出口箱的朋友認真要相當小心 最好就不要透過中間人去處理 直接跟銀行打交道就會穩陣些 其實越南近幾年的電子商貿都發展得很好 其實有很多出口箱都開始做電子商貿 譬如在一些大的電子商貿平台賣貨 就很少會出現收不到錢的風險 而且很多新興的金融公司 是願意提供一個融資的 就是在電子商貿平台賣貨 可能就會要隔十天到一個月才收到錢的 那些金融公司就願意提供到文件給他們 就可以收到錢了 即是一個Factoring的形式 就是出口箱把應收帳賣給金融公司 那些金融公司就去電子商貿平台收全數了 那出口箱買應收帳當然是按一個折扣 那金融公司才有錢賺 那最後講到疫情 新增確診424,717 比起在日有上升 重症方面是3,691 昨日是4,144 有所下跌 死亡77 昨日是57 是有所上升 今集內容先到這裏 多謝你的收聽